如何在Windows 11中使用视觉辅助功能设置 辅助功能设置允许您调整HP电脑上Windows 11的外观和感觉 该视频介绍了这些设置的视觉部分包含的功能 文本大小 在桌面上搜索并打开设置 单击设置窗口左侧的辅助功能 在辅助功能窗口中的视觉部分下选择文本大小磁贴 在文本大小窗口中 您可以单击并拖动文本大小滑块以调整系统文本的大小 移动滑块时文本大小预览可及时调整文本大小 视觉效果 在辅助功能窗口中选择视觉效果磁贴 总是显示滚动条选项开启后 将始终在窗口中显示滚动条 透明效果选项开启后 将使某些窗口背景稍微透明 动画效果选项开启后 将在Windows中启用各种动画效果 单击在此时间量后取消通知下拉菜单 选择所需时间量 鼠标指针和触摸 鼠标指针部分允许您选择鼠标指针样式 颜色和大小 如果您的笔记本电脑具有触摸屏功能 您可以将触摸指示器选项设置为开 当触摸屏幕时将显示一个圆圈 您可以选中使圆圈变暗变大旁边的复选框 使圆圈更明显 文本光标 文本光标指示器选项开启后 将在文本光标周围显示一个指示器 以使其在屏幕文本中突出显示 单击并拖动大小滑快 以调整文本光标指示器的大小 您可以选择建议的颜色 或为光标指示器选择其他颜色 顶部的文本光标指示器预览 将显示所作更改的预览 单击并拖动文本光标粗细滑快 以调整文本光标的粗细 文本光标粗细预览将显示所作更改的预览 放大镜 要启用屏幕放大镜 请将放大镜选项设置为开 选择缩放级别旁边的加号或减号 以提高或降低放大级别 颜色滤镜 将颜色滤镜选项切换为开 以启用颜色滤镜 启用后您可以在颜色滤镜开关下方的列表中选择不同的颜色滤镜 窗口顶部的颜色滤镜预览 将在选择颜色滤镜后显示其预览 您还可以启用颜色滤镜的键盘快捷键选项 这将允许您按Windows徽标键加Ctrl键和C键来打开或关闭颜色滤镜 对比度主题 主题预览部分将显示不同可用对比度主题的预览 选择对比度主题下拉菜单 从列表中选择所需主题 然后单击应用以启用 选择对比度主题后 单击编辑按钮 以编辑主题的各个方面的颜色 完成后 单击另存为按钮 为自定义主题命名 然后单击保存并应用 要删除保存的自定义对比度主题 请从下拉菜单中选择主题 然后单击删除按钮 单击YouTube中的播放列表选项卡 以查找其他语言的HP视频 搜索我们的频道 以查找官方HP支持视频 别提供服 先出示 原刘 麻烦 旁如 码